卫生部再三提醒所有18岁以上接种科兴疫苗的成员 以及60岁以上接种任何新冠疫苗的老人 都必须在3月31日之前接种加强剂 否则将失去完成接种的状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我是米燕 卫生部在面子书发文指出 所有18岁以上接种科兴疫苗的成员 以及60岁以上接种任何新冠疫苗的老人 都必须在3月31日前接种加强剂 否则将失去完成接种的状态 而18岁以上完成接种其他品牌的疫苗 比如辉瑞、阿斯利康和康西诺的成员 他们的接种状态将不会受到影响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副部长纳杜·阿莫安赞指出 我国正在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种类 分别是灭活疫苗和mRNA疫苗 但这两种新冠肺炎疫苗目前还不能商业化 因为还需要经过临床前实验、临床实验和生产 同时制造疫苗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要遵守 国家药剂监管局和国际的标准和规范才能商业化 目前该灭活疫苗处于临床前实验阶段 它在今年2月开始进行概念验证 预计将会在7月完成 之后会进行数据分析 预计在今年12月完成 我国与新加坡日前同意从4月1日起 允许完成接种新冠肺炎疫苗者通过陆路往来 无需检测与隔离 除了获准搭乘私家车、厂巴、摩多与巴士出入近新加坡 大马国际贸易与工业部也宣布 民众允许步行往返新山关卡和马兴第二通道 与此同时当局也列明完整且被允许的疫苗接种清单 其中18岁以上的科兴或国药的疫苗接种者 必须完成第三剂加强剂接种才被视为完整接种疫苗 沙菲伊是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1MDB案件代表律师 他在2019年9月13日被控两项指控 也就是收取纳吉签发的两张总额950万令吉的支票 并会入其连昌银行的个人户口 但他否认有罪 案件原定是在今天审讯 而沙菲伊涉嫌洗黑钱案的第7名证人 今早因身体不舒服 因此法庭决定展颜审讯至明天 霹雳州苏丹纳兹林莎殿下表示 在21世纪首十年 全球塑料产量已经超过20世纪的总产量 而大马成为亚洲第二高塑料使用量的国家 每年人均69.54公斤 大马人平均一年使用300个塑料袋 估计每年将超过3万吨的塑料丢弃到海中 也因此大马在全球海洋塑料污染者名单上 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殿下呼吁公众了解塑料污染 并通过政府机构 宗教场所、学校、非政府和青年组织 协助教育公众避免或减少使用塑料袋 第94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 于大马时间今天早上举行 得奖名单正陆续揭晓中 然而典礼期间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被视为本届影帝大热的Will Smith 突然上台揍了喜剧演员Chris Rock一拳 根据外媒报导 这起事件发生的原因是Chris Rock在担任嘉宾串场时 拿Will Smith的太太Jeda的发型大开玩笑 随后回到台下的Will Smith更发飙爆出 让奥斯卡转播只能紧急消音 全场陷入尴尬 好的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也来到了尾声 明天请继续留守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